最近,国博组织了一个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 三方都拿出了珍贵文物,展现出各具特色的青铜文化 但韩国人却说,主办方弄错了韩国的历史年表 其实韩国朋友真是误会了 大家看啊,这是韩方提供的韩国历史年表资料 这里边有两个明显的错误 高沟黎和渤海国这两个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地方政权 并非韩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国博工作人员本在尊重历史的责任心 主动帮助韩方改正了这一错误 韩方应该表示感谢并认真学习中方对待历史工作的认真态度才对 没想到他们反倒不乐意了 不但在官方渠道索要道歉 还发起了民间声讨 说中国窃取了他们的历史 我之前拍摄的涉及到高沟黎和渤海国的一个视频里 就有IP归属地位韩国的用户前来给我做历史科普 那么让韩国人如属加珍的这个高沟黎和渤海国 到底应该算作中国历史还是韩国历史呢 很多大咖已经做了一些视频 从历史和学术的角度有理有据地进行了专业的分析 为什么他们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我来勾尾序雕也没啥意思 干脆从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 但问题是我们谁都没办法让历史再重现一遍 所有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都要通过各种史料来间接地推测 各种历史事件的原貌 可以不断地接近 但却永远不可能真正地触摸到历史 首先来说历史的记录者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就是有选择性的 所以不同的史料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出入 也难说哪分史料就更接近真相 更何况在漫长的时间里 这些本就带有主观色彩的史料还陆续地丢失散意 留到今天的也存在被后人篡改的可能 其客观性和全面性就要再打个折扣了 正因为历史研究本身存在着许多可操作的空间 才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史观 请注意 这些不同的史观并不只是学术问题 很多都是政治问题 因为历史学本身就不是放在玻璃罩子里的独立的存在 而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异国历史研究的主流观点往往是受其政治需要影响的 所以当我们谈历史问题的时候 首先要确定的不是采用何种史料 而是研究者的身份 这非常重要 不同国家和立场的人看待同一个历史事件 往往会得到差异颇大 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 我是中国人 所以我只会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这些历史问题 所以我完全认同我国的主流史观 将高沟黎 国海国 辽金 蒙元和满京都算作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请大家注意 这里说的是蒙元 而不是蒙古帝国啊 蒙古帝国基盛时只有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属于中国历史 其他三大韩国则属于中亚西亚和东欧地区的历史 那毫无疑问啊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 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都要归属于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当中 这当然是有充分的史料支撑的 以后我也会做系列视频来分享东北历史 但这并不是本视频探讨的主要方向 在此不做深入阐述 当然也会有反对的质疑 那些少数民族政权当初和你们中原政权 可是打的血流成河呀 这当然是历史事实 不容否认 但放在历史大背景中去观察 很明显呀 那都是内部矛盾 打断骨头连着筋 合好之后还是一家人 更不要说经历了多次民族大融合之后 已经难分彼此了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满族 已经与汉族人深度融合 还谈什么你的我的 都是中国人 都是中国的 其实我们并不是实用主义史观的发明者 欧美国家才是 比较典型的就是 以美国人科研交等为代表的 新青石史观 认为中国只是汉族所在的中原地区 东北 内蒙 新疆 西藏 云南 等几大边疆地区的历史 都不属于中国历史 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而是在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 整体布局之下的一个阴险动作 其目的 就是妄图切断历史上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和边疆地区 与今日之中国的历史传承链条 鼓动民族主义者闹事 为将来某一天将这些边疆地区从中国领土割裂出去 提前做好历史文化和心理建设方面的准备 这是严谨的历史研究吗 有些西方教授甚至都没来过中国 就妄谈中国历史如何如何 满足的独立发展怎样怎样的 搞笑 那我还想谈一谈呢 为什么暗萨移民抵达北美大陆之后这几百年来 白人的人口增加到了三亿 而北美原住民的人口数量却从当初的三千万 缩减到现在的一两百万 咋回事啊 西方的历史学家也是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 在政府统一的布局下 拿着各种基金的赞助 通过各种学术会议和国际期刊 有目的地输出各种精心炮制出来的历史观点 而韩国作为美国的普通国 必然要遵循美国的意识形态 充当反对中国的马迁卒 更何况新青史史观恰好也符合韩国的利益 如果把高沟黎和渤海国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来 那么韩国不就当仁不让的将这两段历史揽入怀中了吗 有些朋友哈韩哈日 这是个人选择的自由无可指责 但我认为不管你哈谁 首先要哈中啊 在爱自己祖国的基础上 在喜欢哪个国家都没问题 但如果爱别的国家超过了爱自己的祖国 那你干脆移民过去吧 抱着这种心态还委委屈屈的留在国内脚合 那不是汉奸啊 也是带路当 我不是专家学者 只是个历史爱好者 声音微不足道 力量不值一提 但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看待历史问题的观点 一定是立足于今日之中国的立场 历史研究不是虚无的 它一定要起到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 增强文化自信的作用 朋友们 中国这雄级一样的版图 可不是自古以来就画好了边界的 切不说炎黄武帝时期是怎样的 毕露蓝绿 就算到了夏商两代 能够直接控制的领土 大概也只有黄河中下游几个省的范围 5000年以来 我们伟大英勇的祖先们 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流了多少血 死了多少人 才挣下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 我们当代中国人 怎么敢轻言放弃 甭管谁来问 我就是这句话 高沟黎和渤海国 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谁也抢不动